皇上 微臣没有病啊 你什么意思 你没病我给你把脉干嘛呀 你的意思说 皇上是一个傻子呀 没有 皇上您一眼就看出 微臣有病 皇 皇 皇上英明 你呀 蓄火上升啊 干火望 为火望 炎火望 心火望 反正你是一肚子火 其实微臣 怎么着 朕没说对 没错 皇上 您怎么会错呢 皇上 您是全说对了 臣的的确确实实在在的是 一肚子火 是啊 本来那君记大臣 那就是你的了呀 可是和珅上本 跟我说 孙家干的奶娘 是你给杀的 皇上 娘娘娘 火又上来了不是 这人命关天 朕不能不慎重 只好让那和珅 再官复原职呗 我 皇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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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你一肚子火 连朕也是一肚子火 人言可畏呀 这些事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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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想了 来 朕先给你卸卸卸卸卸卸 朕给你扎两针吧 还 还 还要扎针呢 怎么了 怎么了 怀疑朕的针酒功夫不行啊 不 不 不 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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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不知道 皇上对一道子 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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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精通啊 是 平时呢 朕一高兴就赏人家黄马褂 今儿个对你啊 格外开恩 来 赏一针吧 老爷 王谷去了郎中那儿了 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也不知道他们俩都说了些傻 他说傻我都能猜得到 这个家伙上了人家的当了 老爷 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继续打探消息 喳 诺才参见皇上 小个小白把东西放在桌上 喳 出去把门带上不许任何人进来 喳 皇上 你就这么跪着 王谷什么都交代了 这桌上摆的都是王谷的证词 他已经说了孙家干家的奶娘就是你杀的 不不不 那不是奴才干的 是王谷自己干的 是你主谋 你指使的 他 他 他对奴才怀恨在心 你以为王谷的包袱交给你了 你就万事大吉了 王谷偷偷地抄了一份 上面全是你的罪证 皇上 他这是捏造的 他想当狙击大臣没有当成 就对奴才怀恨在心 邪怨报复 胡编乱造 这些证据全都调过来了 全都在这儿呢 皇上 两位的罪证全都一样 说明王谷没有捏造罪证 皇上 朕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好好交代呢 朕也许就网开一面 你要是不老老实实的招呢 朕就把你交给郎中了 郎中 郎中早就摩拳擦掌的要收拾你了 这回朕可就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可是 皇上 朕再实在是 交给小白 齐驾回宫 皇上 朕再 招 好 招 招 朕才最该万死 最该万死 皇上 都交代完了吗 朕才一点都没落 全都招了 好 好 你的事朕回京以后再慢慢地跟你算账 起来吧 好 谢皇上 朕得回京了 啊 招才送皇上 好好的看看你自己的罪证吧 这 啊 这 啊 皇上 走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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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高啊 您真是高啊 您就用这么两骡子白纸 把奴才玩弄于股掌之间呢 好 服了皇上 如果说奴才是孙悟空的话 您就是如来佛奴才就是再蹦的 也蹦得不出您的手掌心 皇上 奴才服了 奴才 彻底服了